转会在心情,尽头转到苏澳 苏澳镇拥有丰富的海洋观光资源 而镇长陈金宁计划要推动南方澳跟粉鸟林两个渔港的港澳一日游 从南方澳搭船出港 不仅可以参观定制渔网 还可以品尝到现捞的新鲜渔货 促进观光渔业的发展 苏澳镇拥有国内三大渔港之一的南方澳渔港 以及景致优美的粉鸟林渔港 还有壮丽的太平洋 渔业观光资源丰富 苏澳镇长陈金宁上任之后 就计划来推动南方澳以及粉鸟林渔港的港澳一日游 游客从南方澳搭船出海前往粉鸟林 除了参观定制渔网的捕捞现况之外 还可以到粉鸟林渔港旁的海鲜店 品尝现捞新鲜渔货 未来我们要发展海上之旅 也跟蓝色公路一样 除了体验一日船夫以外 我们希望能够将来推展港澳一日游 就是在南方澳一港出发之后 来这粉鸟林渔港 先来看烟鸟林渔港 在收盛的时候 然后来十二点左右 来一米 在市场拍摄 那个情景来体验 这边我们也希望 餐厅的文明做得好 照我来建议观光客 我想这样来说 带动我们所定的未来 发展的观光行销书 观光力政 尤其在海上之旅 我觉得这一方面 应该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政长期望透过港澳一日 有了推动来促进 苏澳渔越观光资源的发展 也让游客深度体验 海洋渔越之美 我们是万国这样的 来带人 吸引人 还有很多人 来我们手 来分家哪里的铁土 这接下去 还可以这样 自然来 又开到南面 朝阳渔港 朝阳渔港 那里也有很多 座位 跟这里相同 在沿岸港 对吧 也相同 看海上沿岸港 在收盛的时候 那个情景 好 来 那马桶渔港 在梁渔港 看他市场 他打不出 打不出情景 没想到 这么多铁土 在我们所有这一部分 大南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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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好的 很丰盛 继继续 马桶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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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前几年 马桶渔港 也是原来先抓到的 亿兰新闻记者 十四民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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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